我们以后还会有立体 我们先把原理讲一下 前面这里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磁化的物体 你要求它的磁场 你就先求 磁化以后它产生的 体积电流密度是什么 表面电流密度是什么 然后有电流密度 我们可以求向量位 有向量位再求磁场 现在我们看磁化电流物体的阐释 就是为什么会有磁化电流密度 把那个成平 成平权 你把那个冷气关掉一下 磁化电流密度 我们看看它的物理意义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物体 是一个很薄薄的 厚度是T 面积是A的一个磁性物质 它现在被磁化了 磁化强度正好是Z轴的 这个Z轴就是穿过中心的 那我们刚刚说 因为它有磁化强度 所以它可能会有 体积电流密度 会有表面电流密度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物体 因为你有这个被磁化 所以这里头我们现在先看顺磁 如果这是顺磁物质的话 里头好多好多分子原子所构成 每一个原子它的磁矩都是跟M一样 Magnetization一样 方向一样 所以朝这里它就是顺时针方向旋转 每一个原子都顺时针方向旋转 顺时针方向旋转 你看我们把这个画的画得好多 其实你看不见 我们就是当作我们可以看得见 那么相邻两个原子 你看我们看这个原子 它有几个相邻的 一二三四 这个原子它的电流是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它电流是这样子 那这个电流也是这样子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边界的地方 这边的电流是往下 这边的电流是往上 因为都是同样的原子 所以往下的电流大小跟往上的都是一样 所以就底下了没有了 它的电流在边界也跟它底下了 在这个边界跟它底下 在这个边界跟它底下 因此它周围的边界都底下都没有了 那就表示它没有什么 没有体积电流密度 没有体积电流密度 只有什么 这个外靠边缘的这些原子 你看它这边底下 这边可以底下 这边也可以底下 但是这里不能底下 所以它就在这个边界上 有个电流的方向跟这个一样 这个电流方向跟这个一样 这个电流方向跟这个一样 也就是说在这个表面会有电流 这就是IS就是表示surface current 表面会有电流 就是说磁化以后 像这个均匀磁化的物体 这一定是现实 我们以后会讲线性物质 所以它里头没有电流密度 只有表面才会有电流密度 那假定它 这个表面的电流是IS S就代表surface surface current 表面是IS 从这里到这里全部带着电流 是IS 那它构成一个圆圈 那不就变成一个磁矩吗 磁矩一个电流线圈的磁矩 等于电流乘上面积基数 乘上它的磁数 所以现在就等于什么 M total就等于 就等于 就等于这个 IS乘A IS乘A A 向量 就是它的方向 现在的方向应该是Z的方向 那根据我们前面的定义 Total magnetic moment 是等于极化强度 乘上总体积 这是V了 总体积了 面积是A 厚度是T 所以体积就是这个 所以M total 是等于 M我们换成大小乘上Z的方向 于是我们就有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对不对 好 我们从这里 大家把A都约掉 我们就得 这个数字把A约掉 就得IS 要等于MT 那我们把T除过来 T除过来 T除过来就是说 你这个 这么厚的地方 表面电流密度是IS 它被它的厚度来组 就是单位长度 单位长度有多少表面电流 这就是表面电流密度 那这个正好等于什么 等于M 所以表面电流密度 在我们现在这个状况呢 它就是大小就等于M 因为我们拿像量来讲 就是KB 等于M M cross N M cross N M cross N 就等于KB 是这个 这像量式表示 如果圆中物体的磁化 是不均匀 那么每一个小偶极矩 就是我们刚刚画那个圆圈里头 小小的这个 电流不相等 电流不相等的话 它每个小格 它的电流就不能抵消 于是圆柱内呢 内部会有体积电流密度 会有体积电流密度 如果不均匀 会有体积电流密度 均匀的话就没有 我们现在再来看 假如这个就是磁化不均匀 我们说磁化不均匀呢 它两个电流线圈 当中这个地方 这个是这边 这个是这边 就抵消不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代表在这个位置 这是Y 在Y的位置 它magnetization是Mz 在Y加Dy的位置 magnetization是等于这个 就是不相等了 这个不相等了 我们现在假定这个 就是一个立体的 从这里到这里 是Dy 就是相距Dy的地方 它的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就不相等了 在这个里头 相邻二持偶级 因为这就是线圈 这样子转的线圈 这也是 那它就是一个持偶级 就是一个持偶级 它的持偶级 它的持偶强度 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算知道的话 我们前面有过很多技巧 在距离它Dy远的地方 magnetization就不一样了 它是多少呢 就等于这个地方的值 加上 magnetization 远作Y方向的变化率 乘Dy 这就是这个地方的 所以相邻二持偶级 集取边缘上面的 电流密度 相邻二持偶级 集取边界上的电流密度 IS 我没有IS表示 它是等于这个 那I呢 好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你看这个边缘的这个 这个I 是朝负X方向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I呢 在这个边缘是朝正的X 所以它是等于 就是说它的 magnetization的变化 是等于这个 好 这个减这个 就是这个减到这个 是等于这个值 是等于partialMZ over partialY 乘DX DY 这只是它的大小 这两边 如果两边都是 这个也等于MZ 没有这一项 那一相减就是零了 那现在这个减的不是零 是等于这个值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JB Bounded Current Density 在X方向的分量 乘上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值 OK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 这个就等于这个值 第一呢 我们再看它的方向 OK 它 这里比较小 这里比较大 所以它的方向 应该就是 正X的方向 好 我们看B里头 看这两个磁局 上下两个磁局 它的电流是这样子 所以磁局是朝这边的 电流密度 在Z远处 它的磁局是这样子 就是Magnetization 是等于这个 在Z加DZ的地方 它的磁化强度 就比较强 比较强 我们跟刚刚一样 算法 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 这个Magnetization 等于这里的点 Magnetization 再加上 partial MY partial Z partial MY partial Z 乘上什么 乘上DZ 所以 这个值减到这个呢 它就是单约 这样的值 你看这个 这个时候X的方向 这个电流也是X方向 这个是 往里头的 这个往外的 所以往里头的比较大 往外的比较小 所以它就是负的 刚刚这个是 往负X方向比较小 往负X方向比较大 所以IX就是正的 这个 是这两边 这是上下两个 磁偶极矩 这是左右两个磁偶极矩 它边缘的这个 这个是上下的 所以磁化电力的密度 在我们现在这里来看呢 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在X方向的 总磁化 总磁化电力的密度 因为 你很多 落在一起 它不是前后 就说你这个 磁矩不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产生的 这个 IX 不是 电流是X方向 不是前就是后 所以 这两个 这里是负的 前面那个是正的 同理我们可以得Y方向跟Z方向的 磁化电力的密度 这是X方向 你如果求Y方向跟Z方向 你就把这个 再重划一下 可以套这个式子 Y方向是这个 Z方向是这个 原理都跟这个一样 所以 总磁化电力的密度的向量 你看 这是 X component 这是Y component 这是Z component 所以它的 Vector 就等于这个 你这个乘一个 X Univector 乘Y Univector 成Z Univector 加起来 这个就是Curl M Curl M 因此 我们就知道 Curl M 是等于JB Curl M是等于JB OK 那么 Curl M 是等于JB 那么Divergent JB 就是Divergent 就是Divergent of 一个Curl 那一定是0 一定是0 OK Divergent J 就等于0 以上是我们 用物理的观点 来看这个 表面激化电流密度 跟体积极即化电流密度 Church希望能ooo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往下讲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前面 首先所讲的最重要的就是 你记住 一个物质被磁化以后 它之所以会在外面 这个物质的外面产生磁场 是因为这个物质 已经被磁化以后 就产生了所谓的磁化 磁化体积等效密度 跟磁化表面等效密度两样 这个是磁化体积电流密度 这个是磁化表面电流密度 这个一定要记住 前面讲的半年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要介绍 因为现在的电流出现了B场 B就叫bound current 我们以前讲的就是free current 自由电流 自由电流是由电子 就带电体移动所产生的电流 那个叫做自由电流 那这个电流呢 它不是由电荷移动而 带电体移动而产生 它是磁化以后 好像有这么一个电流 也就是说相当于有这么一个体积电流密度 相当于有一个表面电流密度 这个电流不像我们的自由电流密度 你可以用电表量出来 这个不行 自由电流是由自由电荷 在导体内移动所产生 而磁化电流是物质被磁化而产生的等效电流 它属于这个束缚电流 它就是在那 表面就是在表面 里头就是在里头 它不可以随便乱跑 就是这个物质就在这个物质里头 好 现在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们所遇到的环境 又有自由电荷 然后因为有磁性物质 它被磁化了 又有等效电流密度 那么这个区域就 它的总电流密度呢 就有两种 对不对 两种 将来还会有一种 叫做电位移电流密度 这个是因为电场 随时间改变而产生的一种电流密度 有这样不同点 JF JB JD 那现在我们暂时不讲JD 我们到电磁坡里头才讲它 就是说 有磁性物质出现的空间 这两种 Free Current Density 跟Bound Current Density 可能同时存在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的安排定律呢 我们安排定律为分式本来是这么写 这个里头的J呢 现在包括这两个 因为你两个都有啊 就是说我Free Current Density可以产生磁场 我Bound Current Density也可以产生磁场啊 所以这个J呢 所以这个J呢 安排定律里头的J应该这两个都算 好 这两个都算 那现在 我们把μ0除过来 这边就等于JF加JB JF放在这里 JB呢它是CurlM 它等于CurlM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 这两个Curl的像 把它放在一起 那就是Curl B5分之B 减掉M 要等于JF 那这个式子啊 我们把这个像 Curl里头这个像量 用另外一个像量来带它 这叫H像量 我们讲H像量 是等于μ0B像量 减掉M 那么这个式子呢 这个H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磁场强度 Magnetic Intensity Magnetic Intensity 好 那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CurlH等于JF 好 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 CurlB等于μ0J CurlH等于JF 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叫安培定律 我们也把这个式子 当作是 所谓磁场强度的 安培定律的 微分式 微分式 我们把微分式两端取 面积分 DA 这里也DA 那这个积分就是等于 Free Current Enclosed 为什么Enclosed呢 那他 因为这个 他现在这个是个面 这是个面 那这个面 他的 他的这个 周围 就是 周围 就是等于 将来 这个H 做一个DL 我们等于会有这个 积分式 HDL 积分 Closed Path 那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 当作是 一个 这个面 把这个面 包住的一个 一个 边界 周围 所围成的这个面 就是这个面 穿过这个面的电流 Free Current 好 我们现在用这个 我们现在用 Stock Theorem 这个数字 等于这个数字 Curl H的Curl 等于H的这个 H Curl的面积分 等于H的线积分 那我们比照 这两个数字 它又等于它 它又等于它 所以有这个数字 这个叫做 H 安培定律的 积分式 这个叫H 安培定律的 维分式 这个叫做 磁场强度 安培定律的 积分式 要注意啊 在这里这个积分 你看 它只跟Free Current 有关系 跟你这个 等效电流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 把我们所学的 三组 跟安培定律 很相像的 这个数字 就包含安培定律 其他两个 跟它很相像的 我们一起 写出来 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比较 那这个电流呢 就是包括 自由电流 跟 束缚电流 这个是 这个就是 我们一开始 所学的 磁场的 安培定律 这个I 就是这个I 包括 Free Current 跟Bound Current 好 然后第二次 我们就学到 磁化 安培定律 这个是在什么地方 讲的呢 就是说 一个物质被磁化以后 它会产生 JB JB就等于Curl M 就等于Magnetization 的Curl 对不对 讲过这个 这个两边 曲面积分 可以变成这个式 这个就是 跟它很像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称为 磁化强度的 安培定律 在这个定律里面 你看 它的Current 只跟Bound Current 有关系 跟Free Current 没关系 再来就是 我们现在 刚刚讲的 词化 就是磁化 就是磁场强度的 安培定律 H的封闭路径 积分 对于IF 它只跟Five Enclosed 它只跟Five Current 有关系 Five Current 有关系 我们说 这个 这三组 到底有什么用处 我们第一组 我们以前在讲 词学的时候 用的很多 这个安培定律 你可以用来求磁场 比如说 圆柱导体 它有Cross Section 有均匀电流流过的时候 可以求它周围的磁场 我们不是用这个吗 还有 Solenoid 产生的磁场 Thoroid 产生的磁场 等等 都是用这个 那个时候用得很好 但是 那个时候是因为 没有磁性物质 没有磁性物质的话 它的 I 就只等于IF 没有IB OK 如果一旦有了磁性物质以后 它又有IF 又有IB 你这个式子就不好用了 不好用 因为 你这个I 包括这两个 Free current 你知道 Free current 会产生B长 它Bound 的current 也会产生B长 就是说 你这个物质 被磁 因为有B长 被磁化 磁化以后 它就会产生 磁化电流密度 产生B长 产生施化电流 等等 B长 产生产协电流 还有并会产生磁场 很有 Ос 可是它磁化以后 它的电流是多少 电流密度是多少 这个石子里头没有告诉你 因此有磁性物质的时候 你用这个石子来求磁场 你会发现你的资料不足 你只知道这个 但是这个你不知道 所以这一套就用不上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石子 如果你只要求它的H场 就是磁场强度 我们以后就称B场跟H场 因为它这个名字 这个叫磁场 这个叫磁场强度等等 其实它名字很乱 各本书上用的可能都不一样 我们就称B场跟H场好了 H场 只跟free current有关系 那你有磁性物质我也不管你 我只要有这个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把H场求出来 有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有磁性物质存在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个石子求H场 但是问题是 我还是想知道B场 怎么办 你求H场 我要的是B场 你说你B场求不出来 我只能求H场 你求H场 我还是要B场 那怎么办 除非怎么样 我知道H场以后 H跟B的关系我也知道 那我求助它来 我就可以得到B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等等要来看 H场跟B场的关系 然后这个石子 我们知道很有用 就是说 一个物质 你知道它的magnetization 你就知道它 有体积表面 体积极化电荷密度 就是等效电流 也可以知道它的m xn 就是它的kb 表面电荷密度 这个 就是你知道magnetization 可以求current density 求出current density 你就可以求 因为这个current density 所产生的 磁场 好 现在我们 底下就要介绍 H场跟B场的关系 就是说 我知道H场 我怎么样子求B场 OK 就是我们要问 可不可以有H场 H值 计算B值呢 好 我们现在就看 有一种物质 我们只对这种物质来看 这物质比较简单 当然还有 所谓铁色物质 我们也会介绍 先介绍一种物质 它的magnetization 跟磁场强度之间 有一种线性的关系 就是magnetization 跟H呢 成正比 这个km是一个比例场所 这个跟物质不一样 这个跟物质有关 你是什么物质 这个是多少 km我们称它叫做磁化率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具有这种性质的物质 我们就称它叫做线性物质 线性物质 linear material 好 我们先看这种物质 我们将这个 具有这种关系 就是magnetization 就是说你有H差 就可以使这个物体磁化 磁化强度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我们不是令H等于这个吗 对不对 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我们就得 我们干脆把μ0成了以后 把M搬过来 B长就等于这个 因为M是等于kmH 所以这就等于m0 乘上1加kmH km是磁化率 这个磁化率要记得 它是没有单位的 是一个不明数 它跟1都是不明数 所以这两个长数 就可以合并成为一个长数 这个1加km 我们定了等于kappam kappam 有的书上 就把它用muR来表示 这书上都有 所以电磁学 你如果说 我多买几本来做参考 你开始这样做的话 开始学就这么做的话 你可能会遇到麻烦 因为各本书上 所用的符号都不一样 那不管是这个成这个 μ0成kappam 或者μ0成μR μR就是kappam 我们定它等于 另外一个长数 叫μH μ 所以B就等于μH 好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长数 kappam 它就是μR 有的书上就叫μR 它的1加kappam 这称为相对磁导率 relative permeability μ等于μ0kappam 也等于μR 这个叫做磁导率 某一个物质的磁导率 某一个物质的磁导率 好 μ0呢 它就是等于μ over kappam 或者μ over μR 它就是自由空间的磁导率 permeability of free space of free space 实在不能叫自由空间 就是真空什么都没有的空间 我们姑且就按照这个字面翻译好了 自由空间的磁导率 这个要花一番 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你把这个搞清楚 一个均匀的线性激化材料 就是这样的 合乎这个条件的材料 磁化以后 它表面磁化电流的密度 磁化 以及体积电流 密度分别是这个 kb是m cross end 对不对 那现在m呢 等于km 乘成h 所以你可以把m用这个带 cross这个 那现在 如果用h来带 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用magnetization 这个式子呢 jb是等于curlm 那这个m用这个带 所以它就等于curlm curlh 乘上curlh caba m乘curlh 就caba m乘上jf 那这个就是有了m 有了h以后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写成这样子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立体 看一个立体 这是一个 半径 是R 无限长 的铜制圆柱体 铜的圆柱体 电流I呢 均匀分布在它的前面 如这个图所示 现在要求什么 这个圆柱体内 跟圆柱体外 它的h场 它的b场 跟它的magnetization 现在怎么做 这个问题怎么做 因为它现在 这是一个同质的圆柱体 同质的圆柱体 比如说我们要求h场 h场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 h场的ampers law 你用这个做 它这个意思是说 h场 援助某一个封闭路径的 线积分 要等于穿过这个封闭路径 为称的面 the free current 那我们现在就 取一个半径为R 的积分路径 就是这个路径 如这个图所示 由电流 是圆柱对称得知 因为电流 均匀分布就是圆柱 是一种圆柱状的对称 圆柱状对称就是说 你距离走R圆的地方 它的电流密度都一样 你不同的R大小不同 R密度可能不一样 但是同一个R的一个路径上面 电流密度都一样 那个叫做圆柱状的对称 好 因为这个路径 你所看的这个电流分布 里里外外 里头跟外头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所以这个上面的h 它就是一个常数 就是常数 那么h场 一般来说 它有电流产生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 安排右手定则指导 电流这个方向 h场就是 右手小拇指弯曲的方向 所以它这个是z轴 这个就是phi的方向 好 我们现在在这里取一个DL 积分路径的路径基数 它也是这个方向 就是这两个平行 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跟这个平行都是phi h是个常数提出来 所以它就等于h场乘2πr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右边 free current and closed 那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分成里头跟外头 如果这个小R比这个大R大 就是这个外头一点的话 那所有的这个电流呢 都穿过这个路径 对不对 所有电流都穿过它 因此 这个就等于i 好 那左端等于右端 我们先看电流好了 小于R的部分呢 只有这一部分通过 那你就要算出什么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就是i被大R平方来出 乘上这个面积就是这个 电流密度乘上面积就是这个字 然后我们把这个 左边都是它了 右边在外面是它 圆柱体内部是这个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到 这个狮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 大于大R的时候 是2πrH等于i 所以h就等于这个字 小于等于大R的时候 就是2πrH等于这个字 所以h就等于这个 这个是内部跟外面的h差 我们都求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算这个 magnetization 圆柱体内部由于铜 它有微弱的反磁性 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都有反磁性了 铜有一点微弱的反磁性 这个反磁性都很弱 所以它磁化以后它的偶极矩的方向 和h厂相反 因为反磁 你h厂是这样子 那么它的m呢 跟h的方向相反 所以m就是这样子的 magnetization 所以jb 这一节让它的jb 跟 因为m是这个样子的 curlm等于jb 也就是说m的做一个封闭面的积分 是等于穿过这个封闭面的current 穿过这个封闭面的bounded to current 那么它的这个密度就是current 是这个方向 你看这个它是这个方向 这个jb的方向呢 就跟这个电流的方向要相反 可是大小不知道 大小不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m一定要知道jb jb不知道你m就算不出来 curlm等于jb 我们知道有 但是你算不出来 可是外面呢 外面没有东西可以词化 所以词化强度等于零 所以里头没有 里头有词化强度求不出来 外头根本没有词化强度 然后再来看b场 然后再来看b场 我们不能用这个来计算b场 原因就是ib不知道 i b不知道 i b不知道 这是我们把它微弱的反词性算进去的话 如果要算的话 好 严格要算 你这个b场算不出来 除非我这个不算 很微弱很小很小很小 不算 那就可以算出来 那jf就是这个 如果要算的话 这你不知道 所以b场没有办法算 好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这个式子来 我知道h场 可不可以求b场呢 好 你知道h场要求b场 你必须知道kappaM kappaM是E加kaiM 它有没有告诉你它的kaiM是多少 也没有告诉你 没有告诉你 因此也没有办法来计算b场 所以这个b场里头没有办法算 但是外面呢 外面不是磁性物质 kaiM是0 所以这个就等于E 所以外面的磁场你知道了 就可以求外面的b场 所以外面的b场就是这个 因为你h场知道就可以求b场 这个是我们看的这个题目